5月28日,拥有43年历史的西班牙药妆品牌以斯丁与北京举行中国地区首次新品发布会 其主题为光的启蒙 Easton CEO Janaya先生,Easton中国区总经理胡佳女士 Easton代言人邱赫南以及数十位美妆博主及百余佳时尚媒体均出席了该发布会 发布会一时,Easton中国区总经理首先发表了演讲 总结了以斯丁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主题演讲尾声西班牙CEO在此登场 与化身魔术师的中国区市场总监Ado表演了光的启蒙 主题魔术 更加深入地阐述了抗光老化的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间Easton中国首位品牌代言人邱赫南先生正式出席亮相 与化身魔术师的市场总监进行了一场有趣的智力互动 并以魔术的形式带出Easton光老化专家的主题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做护卖运动 我说我还要做人 然后之前也没有做过防晒 这种过境地了解到 就是抗光的话就不仅需要防晒 还需要修复 那说到修复呢 就会植入一头状况 所以我们的场景呢 先推出了一个美来安排 非凡娱乐 北京报道